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今年度花莲县的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在上个月31号已经圆满落幕 那么总共是有12面的金牌奖项 分别有包括明赫在内6家茶行获奖 那么县长徐真卫在4号傍晚呢 则是到每一位金牌奖的得主家中 来贴红榜庆贺 那么也让这个得奖的茶农 各个受宠若惊 花莲县今年度蜜香红茶 凭借比赛金牌奖得主出炉 县长徐真卫4号傍晚 亲自到每位金牌奖得主家中 贴红榜庆贺 场面热闹 评审团品评出12面金牌奖页 共有6家获得 其中除了是清风茶行 吉林茶园以及东森茶园各的一面 另外包括明赫茶园 加明茶园 以及玉璃镇吃科山茶浓 陈其红 则分别拿下了三面金牌 现场许真卫从玉璃吃科山 到瑞穗五合茶区 也一路品评分享金牌 逆香红茶的好滋味 我们就会感受到每一年 茶瓶件让我们的茶品不断不断的提升 无论是品项或者是整个茶的外貌 以及茶喝起来的香气 都足以代表花莲县一个特殊的茶品 那现在全国对于蜜香红茶的认定 花莲就是蜜香红茶 贴榜亲和的同时也发现 每一个金牌奖得主店家 有不少蜜香红茶爱好者回流 县长欣喜 也将全力行销花莲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 花莲县政府和我们花莲县的这个瑞穗农会 以及各农会都会全力以赴来 对于我们这个茶品 花莲县的茶 以及所有的农特产品 来透过线上线下的行销 以及现在宅配的部分 来这个将我们这么好的农特产品行销出去 县长能拨控 亲自来贴红榜庆客 各家茶农都受宠若惊 也特别感谢县长不辞辛劳 为蜜香红茶行销 而明年度是蜜香红茶推展 15周年的重要年度 县长许正卫表示 将办理第一届全国蜜香红茶比赛 期盼能够再次将花莲蜜香红茶推向高峰 记者综合报道